上门龙旭 第3298章 别让他活 海莉 斯文此时有些乱了阵脚 这次是她第一次以女性身份参加女子组的比赛 虽然赛前她研究过女子组的种子选手 尤其是一号种子秦奥雪 但真正一路打到决赛 她发现女子组的综合战力确实要比男子组差上不少 所以她对女子组的一号种子秦奥雪也多了几分轻视之心 她此前特地对比了田径100米男子顶尖选手与女子顶尖选手的数据 男子顶尖选手的成绩是在10秒内 而女子顶尖选手的成绩则在10秒到11秒的区间 她觉得自己就等于是男子百米10秒5这个区间内的选手 在男子组虽然可能连决赛圈都进不去 但在女子组夺冠还是很轻松的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刚与秦奥雪对战 就被对方压着打 自己的技战术也根本发挥不出来 这女人真正的实力远比自己之前以为的要强 就在她感觉不妙的时候 秦奥雪已经摸清了她的底细 知道她实际战斗力不如自己 便不再像先前那般保守 而是开始主动出击 秦奥雪的内心深处 对海莉斯文是很不满的 她也觉得赛事组委会 让这么一个所谓跨性别者参加女子组比赛 对所有女子组的选手都不公平 而且此人一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性别者 而是为了利用这个漏洞 才这么标榜自己 所以就更让她心生抵触 尤其是海莉 斯文从开始到现在的嚣张态度 完全是一副我利用了规则 但你拿我无可奈何 而我就喜欢看你瞧我不爽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的嘴脸 属实令人心生不满 现在秦奥雪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水平 便立刻开始转换战术 海莉 斯文眼看秦奥雪开始主动迎向自己 便知道秦奥雪这是要换战术了 还没等她想好该如何应对 秦奥雪的连续进攻便迎面袭来 眼看秦奥雪摆拳的速度 比自己挡拆的速度快得多 海莉 斯文一下子就有些招架不住 秦奥雪左右进攻 每一轮进攻都是快速地打出四拳 海莉 斯文用手臂挡拆 最多只能挡两到三次 所以必然要挨上一两拳 好在秦奥雪打快拳的时候 为了保证出拳的速度 就必须要减少百臂的幅度 加快百臂的平次 这样就无法让每一拳都蓄足气力 所以拳虽然很快 但力道也自然弱了不少 对海莉 斯文这个老爷们身价来说 还能够挡得住 可即便挡得住 老这么被压着打 噼里啪啦的拳头打在身上 也确实让海莉 斯文感觉十分狼狈 心里也恼火不已 他自从参加这届女子组的比赛开始 一路披荆斩棘 催枯拉朽 根本就没给对手 真正伤害自己的机会 没想到决赛的时候 竟然被一个小姑娘 按着脑袋打 心中自是怒不可遏 可怒归怒 他也知道自己实力的比不过秦奥雪 贸然反击 只会被对方抓住机会 给予重击 但 如此被动防守 也不是办法 毕竟一直被对方成功击打 就算人不受伤 分丢的也很快 熬到这局比赛结束 就算没受什么严重的伤害 也会因为比分丢掉比赛 此时的海莉 斯文 满脑子想的就一点 如何才能破局 忽然 他看到秦奥雪挥拳摆壁时 胸前那对颤动的傲人双锋 他立刻记上心来 也顾不得正被秦奥雪不停击打 直接挥拳 便直奔秦奥雪的胸部袭去 秦奥雪正常对战时 对手如果袭击自己的胸部 他只会做正常的战术性判断 如果对方力道不大 而自己有机会打出更大伤害时 他并不会刻意防守 毕竟平时对阵的都是真正的女性选手 当出现隐私部位肢体接触的时候 大家也都不会考虑比赛以及战术之外的情况 但今天情况明显不同 不管这海莉 斯文 怎么标榜自己跨性别 说自己心理上一直觉得自己是女人 但在秦奥雪岩里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 所以当对方忽然朝着自己胸部袭来的时候 他下意识便已经忘了自己 是在比赛他的本能全被骨子里那个矜持骄傲的女孩所调动 就像遇到流氓色狼一样 下意识要挡住自己的胸 这一挡不要紧 胸虽然挡住了 但整个面部完全暴露在了对方的眼前 而海莉 斯文早有预谋 他知道 以秦奥雪的身手 自己根本不可能摸到他的胸 但他却知道 如果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只要秦奥雪放弃进攻自己 转而去保护胸部 那自己就立刻向他发起反击 此时的秦奥雪本就又气又慌 哪还能冷静判断当前局面 护住胸部正想向一旁的裁判抗议 哪想到对方这时候 一技重拳 直奔面门而来 砰的一声 秦奥雪面部遭受重击 与自己重击海莉 斯文一样 海莉 斯文也一拳猛击自己面门 鼻梁瞬间传来剧痛 以至于整张脸都是麻木的 紧接着便感觉嘴唇一阵温热 嘴里又甜又色 鼻血已经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 现场观众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都看得出是海莉 斯文耍赖暗算 甚至有些厚颜无耻 于是现场一阵嘘声 口哨声以及辱骂声 海莉 斯文早已将颜面置之度外 她决定利用跨性别者漏洞 参赛的那一刻 就已经不再顾及什么颜面和名声 能得冠军 拿到冠军奖金 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 她全然不顾观众的唾骂 趁着秦奥雪遭受重击 立刻又挥拳迎上 这是一记使出权力的右勾拳 甚至比刚才那一拳力道还要大 刚才那一拳 她为了打秦奥雪 一个措手不及 只来得及出七成力 但这一拳 她紧跟着刚才那拳打出 有了第一拳 先手成功 这一拳她便使出了全部力气 力争要一拳将秦奥雪的状态打散 一旦秦奥雪头晕目眩 疼痛难忍 战斗力必然快速下滑 这样 自己就能抓住机会顺势反攻 说不定一个回合下来 就能直接将秦奥雪KO 而此时的秦奥雪 也确实没能从刚才一系列阴损招数中反映过来 叶晨眼见那海力 斯温的重拳将至 立刻用灵气向着秦奥雪喊了一声 奥雪 注意闪避 这声音直传秦奥雪耳窝 如炸雷一般让她精神顿时一震 她立刻就听出这是叶晨的声音 来不及去找叶晨到底在哪 便立刻回过神来 眼见那重拳几乎已经挨到自己的左脸 她立刻向右 迅速一个摇身闪避 让海力 斯温的重拳只挨到了秦奥雪的头发 而秦奥雪意识到 叶晨就在现场看自己比赛 斗志瞬间爆棚 再加上这海力 斯温阴损狡猾 也让她格外恼火 于是 她根本不给对方机会 趁对方一拳扑空 立刻一记勾拳 以雷霆万钧之势 直接砸在海力 斯温的侧腰 海力 斯温只感觉整个腰忽然侧着弓了起来 紧接着剧痛和酸胀感 便让她浑身瘫软 就在她双腿一软 险些跪地的时候 叶晨再度用灵气 向秦奥雪喊话 奥雪 抓住机会 别让她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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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